另外我们东方卫视的特派记者吴继 现在正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那里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联线他 吴继你好 谢谢你好 我们知道越南当地时间 昨天下午的五点 中国驻越南的胡志明市的总领事馆 就失去联系航班的最新情况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那新闻发布会上有哪些消息得到了确认了没有 好的 总领事以及副总领事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向媒体通报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就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媒体 报道说新加坡的所有船只 在相关海域发现了水面的漂浮物 但是总领事表示 这一情况 在昨天晚上六点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 越方还没有向中方通报相关的情况的准确性 但是在消满的时候 越南军方提到 已经派出水面所有力量前往相关海域 来寻找这个相关漂浮的更近一个信息 在大概昨天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 越南军方又称说在这个海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这个漂浮物 但是因为在晚上很难辨认这些漂浮物的具体的情况 所以越南军方已经将打捞起来的漂浮物 往弹回岸边以做进一步的那个核查 另外总领事馆在昨天的这个通讯会上 还向媒体记者确认了 就是越南军方向他们向中方通报 在这个相关海域上发现了两条大型的漂浮油弹 虽然这个漂浮油弹发现的位置 距离MH370航班失灵的位置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直到现在进一步的调查 都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 来证实这两条漂浮油弹 与MH370这个航班有直接的联系 这个还有在进一步的调查 是